各位朋友,大家好,歡迎來到第二節的 《萬里球迷的多重元宇宙》 昨天特派員Paul和Vincent 跟各位說了對我們贏高盤哈根泉球的意見 今天我們有另外一位朋友 也經常參與我們的元宇宙的朋友 說說對這場球的感受 有請Colin Hello大家,各位巴友,你們好 我是Colin 來到這個萬聯球迷的多重元宇宙的時間 上一場對石飛聯的英超賽事 我沒有錄音,因為我沒有空 昨晚萬聯1比0,僅僅贏哥本哈根 成功獲得萬聯今季第一場的歐聯勝仗 我稍後會有兩場球 連對石飛聯的一場球的看法 我會一次過說出來 這場球馬雷在主場出擊 開賽之前有我們的 波比查爾頓爵士 離世 也有一些悼念的儀式 希望他得以安食 這場球,老實說 其實坦白說 也不是只有這場球 是這幾場球 這幾場球萬聯的發揮 都是十分之差的 這場球更慎 對哥本哈根 我們都已經是對著同組 叫做最弱的那隊了 但是我們呢 都真是 甚麼板斧都沒有 完全都不知道做甚麼 整個上半場呢 我們的射門次數是落後於對方 有威脅的埋門 都是對方有威脅過我們的 一開始的時間 這個安拉拔 以及密戒亞的連環犯錯 令對手有一個反擊的機會 對手落到底線 右腳全中 已經產生一個極度有威脅的射門 對方一下 叫做小小窩裡抽射 就中柱 其實這個球已經是 輸得了 中完柱之後呢 對方都有機會保重的 但是呢 就散中了我們的防守球員 出界就沒有輸到的 好了 跟著呢 就 都是哥本哈根的攻勢 那萬聯呢 萬聯的攻勢呢 都真是 料料可數 完全呢 真是 甚麼威脅都做不到 那些射門呢 全部呢 都是炒飛機的 凱倫也試過炒飛機 麥康也試過炒飛機 真是完全不知道做甚麼的 那這場球呢 整個上半場呢 都是 就是在一個叫做 呃 又不是說沉悶 就是對方的攻勢很好看的 不沉悶的 就是一個 叫做很愁衰的情況 因為萬聯真是 完全是踢不出水準的情況下呢 完了上半場 那麼 上半場呢 有個亮點 有個很有趣的地方就是呢 球證竟然是 所以 未夠鐘呢 就吹了越半場 但是這個真的有些奇怪 四十分鐘三十幾秒呢 就吹了越半場 不過呢 也不重要啦 那麼對萬聯來說呢 反而更加好呢 因為上半場的萬聯呢 真是 非常非常之差啊 不過呢 說到這裡呢 我忘了先說出場陣容 那首先就是 奧倫亞首龍門 後防四個就是 有列基朗的復出 打回左閘 那麼中堅呢 就收起伊雲斯呢 就是密加亞達 華拉尼 右閘呢 就是格洛治的 那麼中場呢 就是安萊伯 班奴法蘭迪斯 那麼就 還有就是 近來 入球非常順利的密康文尼 那麼前方線上呢 有安邦尼 有阿福仔 亦都有凱倫呢 是拍著的 那麼這一個的陣容呢 很明顯看到一件事 整個上半場呢 就是中場 那個創造力呢 完全是零的 沒有創造力的 所以下半場呢 馬上有一個換人的調動 就是 艾力臣呢 是入替了安萊伯的 那麼 可能安萊伯呢 就備戰下一場對曼城啦 那麼 我想就應該就不是受傷了 應該就是 一些戰術上的調整而已 那麼 下半場換入了艾力臣呢 那麼其實這一個是一個 整場幫曼聯贏到球 最關鍵的一個調動 因為呢 說中場呢 有一點活力 有一點創造性 那麼傳球 那些長傳的準繩度呢 有一個 大師級的傳球 的球員在這裡呢 都會好很多啦 那麼其實我們下半場的攻勢呢 是多了很多的 但是在我們曼聯的攻勢 多了之前呢 就哥本哈根也 都有一下的機會呢 就差點是 就是令到我們先失手 那麼就是下半場 大約49分鐘的時間 那麼對手有一下 禁區頂 突然無人看管的情況下呢 就 呃 就是射得挺漂亮的 那麼澳南南呢 就救到這一球球 那麼令到曼聯呢 就 不用支援 那麼就繼續下去了 那麼跟著就是 去到 五十多分鐘啦 那麼就有 海倫 那麼 那麼 有一下就疑似啦 我覺得就可以給十二碼啦 就是 他在禁區裡面呢 就被人呢 是推低了的 那麼 那麼球定就說 沒有表示啊 覺得這個不是犯規 那麼 那麼 就是 當然我們 就當然是覺得要比十二碼啦 那麼 所以這個球呢 我覺得就 有一點點可以斟酌的餘地啦 那麼之後呢 艾力臣有一下射門 那麼 我不記得是之前還是之後啦 那麼艾力臣有一下 就是 禁區裡面射第二球 以為搞定 那麼 那麼誰知道對方呢 的龍門都有水準的演出 就沒有 給曼聯入球 那麼跟著 再之後呢 就去到 可能應該是六十多分鐘 接近七十分鐘的 時間了 那麼就是 而 這個 阿班奴呢 就在後場 本身是對方的 搏球的攻勢 那麼 對方是壓上去攻 那麼 那麼加拿組呢 即是後未入體的加拿組呢 運用他的速度呢 就衝衝衝衝衝衝衝上前 那麼 那麼 那麼阿班奴 也都是調過直線 上去給加拿組 那麼 但是這個球呢 加拿組的處理呢 又是非常之頑皮的 就是推推一下又推掉腳 那麼 所以就被 對方的龍門 沒收了 那麼 那麼這球之前呢 好像還有一下就是 疑似 阿福仔呢被對方的龍門侵犯 那麼 球哥就沒有越位的 那麼但是就 我覺得那個球呢 雖然啊 你說龍門和阿福仔呢 沒有接觸 但是呢 我覺得 沒有接觸不准也沒有犯規的 我自己覺得 因為 你始終都要避開他的嘛 就是你不是真的等他踢到你那裡的嘛 那所以 我覺得那個球應該是12碼來的 那麼我又不知道為什麼 沒有給到啦 那麼 好像是不是說吹了越位呢 那麼所以就 那個球呢就 不了了之了 那麼就是我們有兩下 疑似12碼的機會呢 我們都沒有獲得到 那麼 那麼加拿組的機會 錯失了之後呢 不要緊要啊 因為72分鐘呢 我們終於都 入到球了 那麼就是 我們的前隊長麥佳雅的一個頭鎚 接應艾力臣的全中球頂入 那麼 對方龍門呢 救不了了這球球 那麼所以呢 我們終於都可以開到紀錄 就是叫做 就是打開那個缺口 因為這場球曼聯真是 不可以再有任何閃失了 那麼贏到球 故自然是非常之那麼重要的 那麼 這球球入了 那麼我們打開那個缺口 也都是 就是 為我們這一場球 拿到三分 墊下一個很重要的基礎 那麼 那麼跟著之後 大約去到78分鐘 還是80分鐘左右呢 那麼又有一個反擊的機會 那麼麥湯文尼 在中場附近的位置呢 就 過了一個 那麼跟著呢 就 交給左邊的加拿組 那麼加拿組呢 其實那一下 以為在袋了 那麼誰知道呢 對方的龍門呢 又有 超水準的表現呢 救出了這球球 那麼 令到呢 萬聯就 沒有再入多一球的 那麼保重的麥湯文尼呢 也是緊緊的處邊出界 那麼這球球呢 就萬聯沒有辦法拉開到2比0 那麼也都令到呢 尾段的時候呢 萬聯是更加驚險的一幕呢 終於都發生了 就是去到 保時的四分鐘啦 那麼其實就這場球呢 保時是四分鐘 那麼就是保時的最後一刻的時間 那麼對方呢 哥本哈根有一個的角球 那麼斬進來吧 那麼我們的防守球員呢 都有些不是那麼集中的 那麼就走漏了對方後備入替的海倫 這個海倫呢 就是我們萬聯那個海倫的親生弟弟來的 那麼這個是二弟來的 那麼三弟呢 那麼今場在哥本哈根的大軍名單就沒有去分 那麼這球呢 那就是二弟的海倫呢 就鬥進去中間的時候呢 就是麥湯文尼的出腳魯莽 那就是踢低了對手 那麼令到我們呢 就輸了個十二碼 那麼在保時的最後一刻才輸十二碼呢 心想 哎呀沒有了 今場玩完了玩完了 又十分 那就是說呢 萬聯今季的歐聯之旅呢 都差不多可以說是完結的了 那麼但是哦 就是這些不知道是不是 就是 黑氣前身呢 始終都有一些好運歸來的 那就是我們 之前一直批評的奧納納 那麼對他 沒有什麼信心之際呢 咦 這球十二碼呢 他又救到啊 那所以呢 就保時的最後一刻 我們就沒有支撥 那麼堵住一比零的勝局到完場 那麼這三分呢 非常之那麼重要 那麼萬聯就 總算拿到三分 非常之驚險 那麼現時呢 在歐聯的小組賽呢 就排第三 過了哥本哈根 亦都落後感給 第二位的加拉塔沙瑞一分的 那麼出線呢 都還有希望的 那麼 那麼預下的三場呢 真的要更加努力了 那麼 總結這兩場球 其實上一場 對石飛聯呢 那麼 焦點人物呢 都有一個 其實這三場球 都有一個焦點人物 就是密托文尼 對賓福特 他做英雄 入兩球反勝 但是這兩場呢 就輸回那十二碼 這場球還要是保時階段 的最後一刻輸十二碼 那麼這些呢 老實說 我覺得 始終呢 吸數不夠就是吸數不夠 就是用得去呢 就有這些風險 那麼 我覺得蜜湯呢 很類似我們以前曼聯 有一個球員 那個人呢 就是費蘭尼了 那麼費蘭尼和蜜湯 有一個相似之處就是呢 擺在對方的禁區呢 非常之有威脅的 但是擺在自己的禁區呢 就隨時都變成炸彈 那麼所以呢 這一方面 真的坦克要留意一下 還有蜜湯 我覺得呢 他的技術啊 沒有費蘭尼這麼好 因為費蘭尼呢 畢竟他的上半身 是技術非常之厲害 深厚恐怖 都說頭鎚的能力啊 各方面他都好過蜜湯 那蜜湯呢 又不夠技術啊 我自己覺得啊 那麼 接下來是不是 真的要用多些他呢 那麼我也真的 不懂得說了 但是 這一方面坦克制要想一想 究竟蜜湯 現在的處境可以怎樣做呢 是不是索性 放去打正前鋒就算呢 那麼這些真的不知道啊 但是怎麼說都好 曼聯 都叫做三連勝啦 各漢賽事加起來 那麼其實呢 對於那個士氣的提升 都是很有幫助 嗯 不要理過過程了 始終贏球都很緊要 那麼 拿到三分 固然是一件好事啦 那麼 下一場對曼城 是一個更加大的考驗 我們怎樣部署呢 那麼這個就看看坦克 怎樣去搞了 那麼始終 就是 是很令人擔憂 那麼 還有今場 麥佳亞 和奧娜娜 竟然是這兩位投員呢 是成為了英雄 那麼 都希望他們重拾回 那個的狀態 希望呢 他們 以後的日子 都為曼聯 爭取到很好的成績 那麼 今節的錄音 來到這裡了 那麼下一次 再和大家錄音 就是這樣 拜拜